好了 嗨咱们 那说完了咱们分数除法的基本的运算法则 那么接下来呢 咱准备溯源啊 来讨论讨论关于分数的基本含义 其实我提到一个分数啊 比如我一提到一个三分之二 你立刻会想到它的几重含义啊 应该是有三重啊 第一重呢 它是一个分数 第二重呢 它可以代表一个除法 那么二除以三 对吧 那么第三重呢 可以代表一个比例 代表一个分数关系 那我们说的更详细一点 你比如说咱们说买一披萨啊 你吃的 占全部的 或者说是全部的三分之二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头脑当中这个形象立体 是不是立刻就出来了 买了一披萨 对吧 分成了三分 五 是吧 一个著名的 一个著名的 据说出来的 哈哈 你吃的占全部的三分之二 那说明你吃了多少 是不是吃了这些 对吧 说明了你这个全部 这个总量是在分母上的 总量是被分成三分的 你吃的 是不是在这呢 是这意思吧 或者说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吃比上总 是不是应该等于二比上三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对吧 好 甚至你可以认为啊 我写成二吹三 是不是也行啊 这都没问题啊 那老师说这些呢 想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 就是如果给你一句话 给你一个分数 你怎么去看这个分数 你怎么去看这个分数的 分子和分母呢 你可以记住什么 你比如说我带给你举个例子 小钢 的饭量 是 小胖的 五分之三 好吧 这出现一个分数 那这时候我想问大家 小胖占几分 写光占几分啊 是小胖的 是小胖的 五分之三 那就是五分中的三分 那说明小胖 做分母 小钢 做分子 是不是一个是三分 一个是五分的关系 是这个吧 咱们就把这种东西啊 这种分数啊 叫做什么 叫做分率 叫做分率 好吧 那这个分率呢 告诉大家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你怎么去看这个分母 你怎么去看 谁 做了一个整体 被鄙视的啊 做分母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说的这个鄙视 不是你那个鄙视啊 不是这个鄙视是吧 是在鄙跟是后面的 是小胖的 五分中的三分 对吧 比如老师这还有站呢 吃的站全部的 是不是可以翻过来 就是吃的是全部的三分之二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是 好吧 好 这是这个啊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种理解方式呢 就是更加形象的啊 你如果这样理解 说老师五分跟三分呢 这个不够形象 不够形象的话 你可以这样想啊 可以想象成小胖是谁呢 可以想象成小胖就是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大领 对吧 可以把小胖写上 写上成一个啊 总量 刚才是分出一分池来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一次 小胖的五分之三 那说明小胖被分成五分了 对吧 那小胖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三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 形象且生动 对吧 我们把这个五分之三叫做什么 叫做分率啊 所以以后你记住了 咱们这个占了几分之几 占了几分之几啊 通常情况下 表述的就是啊 分率 那有分率的话呢 是不是就得有个总量啊 那谁是这张饼呢 哎 我们通常就把这个分母啊 把这个分母看作是 总量 总量呢 哎 我们通常情况下就认为它是 一整块啊 一个整体 好吧 好了 我说清楚了这个总量了 说清楚这个分量了啊 但是可能有同学呢 好像理解的不太好 没关系 我们找个题给大家演练一下 比如 这个 一本书 我看了二十页 占全书的三分之二 啊 这本书有多少页 嗯 看了二十页占全书的三分之二 怎么想 哎 占全书的三分之二 全书 是不是做分母啊 对吧 如果我们这道题 朋友们 你这样想 如果我这道题 把全书看作是总量 啊 我们为了方便期间呢 我们用单位一表示 把它看作是总量 那你这个三分之二 是不是就代表的是 已看过的 代表一个分率啊 对吧 那那那 我现在就不能代表画个饼啊 书又不是饼 我画个线条 把它看作是单位一 那看过多少呢 哎 它被分成了三分 看过了三分之二 对吧 你要注意啊 这个分率不代表实际的数字啊 实际的数字是 二十页 现在让我们求 这本书有多少 求这本书有多少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求这个总量有多少 嗯 你会求吗 相信你肯定会求 是吧 你看出说话也能看得出来 嗯 但是你所求的大部分东西都是这样 嗯 二十除以二乘以三 等于三十一 对吧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是对的 这个吧 有点老土啊 呃 这个属于二三年级的方法 我们到了高年级应该怎么办呢 到了高年级你可以这样想 你之前我是不是教过大家一个 这么一个公式啊 就是总量 去乘以 你的分率 等于你的分量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如果你要想求总量的话 你要想求单位一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分量去除去分率啊 在这里边的分量就是二十页 在这里边的分率就是一个分数 三分站 所以你这个单位一 我们要加引号啊 因为它不是 它是一整个对吧 一整本啊 不是说就等于一啊 是一整本 一大片 是吧 所以这里边的分量就是二十 分率是三分站 是这个吧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相当于二十去乘以二分之三 倒过来 一约分 还是三十一样 对吧 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啊 那他有朋友说 老师那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我还愿意用这个 这个我看起来简单 这个呢 在这儿你看起来简单 因为它只有一步 慢慢的往后 慢慢的往后啊 咱们这道题目里边可能会出现好多步啊 比如说出到出现三步以上 你这个式子会是不是会特别特别长 对吧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呢 是不是就杀数 所以它再出一个 再出一个 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用分率 用分率的好处啊 越到了高年级越该用分率啊 好了不说那个了啊 最后我给大家写一公式啊 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求单位一啊 那所以呢 我们的公式就是单位一的求法 应该等于 分量 去除以啊 对应的 分率啊 那公式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啊 公式其实就来自于这个 好吧 好了把这个东西记下来 单位一的求法 应该等于分量 乘以分率 除以分率啊 分量 除以分率 好了吗 好 如果这个没问题的话 那么咱们多一个巩固题啊 来看这儿 五一般举行踢剑的比赛 小颖一分钟踢了72个 是小童一分钟踢的个数的九分之八 问你小童一分钟踢了多少个 现在已经知道了小颖一分钟踢的 对吧 然后呢 告诉我们说是小童的九分之八 至小童的跟谁比啊 被鄙视的人做什么 被鄙视的人做分母 被鄙视的人做啊 单位一 对吧 那被鄙视的人做单位一的话 那说明咱们的小童 可以看作 单位一 对吧 他可以看作单位一的话 小颖占了九分之八 那小颖就是九分之八 那这个九分之八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分率啊 有了分量72个 有了分率九分之八 所以小颖的单 小童的单位一 那就出来了 72除以九分之八 等于72 约分 除以八 9981 对吧 来作为一问题 我们一定要选择答 是这个吧 好了 那通过这个东西的话 现在大家对分率 对单位一 会找了吗 你就记住 单位一其实跟分母的找法是一样的啊 被比试的啊 做分母 被比试的做啊 单位一 好吧 自己把这个地方稍微记一下啊 好了 我不多说 那么接下来的题目呢 还是你先预计 然后我们过来一起啊 练习练习 1 1 2 3 1 3 1 感谢观看